每天都一样 对未来充满幻想 总有一束光 在遥远星空飞翔 好像翅膀 有力量在我的心中 成长 站在山顶上 想飞向那个地方 能不要智商 在浩瀚宇宙 想插上去吧 能飞向那个 有力的地方 Honey 趁我们都还年轻 穿越一万光 光严的距离 与你相聚 爱上你是我的你 爱上你快如流星 却不放弃 Honey 趁我们都还年轻 能看清生命中的陷阱 与梦同行 在一起勇敢搏冰 登上最高的山顶 山顶 你都干嘛 我看你喜欢设计冰箱贴 所以我就把台湾的那个无人咖啡馆的带过来 每一个冰箱贴 都代表我曾经去过的地方 我们俩到目前为止 只去过无人咖啡馆 不过迟早有一天 我会把全世界的冰箱贴 都贴在上面 等一下 你们剧本写得怎么样了 放心吧 有王老师在 天权丹这个项目跑不了 你们不要给我身家压力好啊 我可是心脏做过杂潮的人啊 小凡 你看看啊 这个地方啊 如果我们再动 会更有冲击力 子虞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的事 无论你遇到什么事 我都会站在你前面 当时我就想 这个小小的女孩是我的妹妹 我要保护她 没想到你一下子就这么大了 我没有好好珍惜你长大的过程 所以你才逃开的是吗 从我的身后逃到我的对面 从此以后 就只有我一个人守着这里 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只剩下我 我们的家只剩下我 应该来得及了 我坐机 舒晨 我去给你们买点喝的 嗯 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 现在什么都没有 但我会把这里慢慢还原成我们原来的样子 还原成有你有我有爸爸有妈妈的样子 就从这一步开始好不好 子虞 也许你并不知道 我一直在偷偷关注着你 关心着我唯一的妹妹 究竟能不能独立闯出一番事业 没想到你做得这么好 我真为你自豪 从今以后 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家复原起来好不好 不要让我一个人 就像我以前从来不让你一个人 面对爸爸走后的一切 好吗 每一次妈妈责骂你 我哪一次没有站在你身边保护你 我哪一次没有站在你身边保护你 不是说买饮料吗 怎么买这些了 是啊 那我再回去买吧 不用了 这些也挺好 饿了还能啃一啃 这两天怠慢你了 等下午一结束 我带你去李星辰 那 东京啊 还是爱心海 你先别想这些了 快回去工作 你腻呼一会儿吗 王老师还在呢 快回去 那你欠我一口 那我去了 嗯 希望他还是能看到你 你家要吃饭了 那儿 哪儿 你喝了 你喝了 对你喝了 你喝了 在孩子房间能贴墙纸 你的每一件小事我都记得 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我能保护你 我很怕我一个不注意 就把我妹妹弄丢了 毕竟妈妈是那样恨你 幸好我一直把你保护得很好 你现在这样优秀 爸爸一定很高兴 怎么会变成这样 哥 哥 跟舒晨在一起之后 我真的感受到了很多的爱 你现在对我不再是哥哥 对妹妹的疼爱 是强迫和占有余 真想回到我们小时候那样 互相依偎 互相保护 哥 我究竟要怎么做 才能让你明白 袁先生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打搅你 我想问你一下 子余最近是有什么烦恼的事吗 自从见了你之后才就 袁先生 你别哭啊 这个是我朋友的公司 你拿回去让你老公选择一下 舒晨 你那么忙 我还耽误你这么多时间 真是挺对不起的 道歉的话 应该是洛宗良 绝对不是你们 她真是疯了 别担心了 等这案子成功之后 伯曼会偷增好一阵子 那个时候我也有时间带着子余 去过一段惬意的生活 快了 还有件事情 需要你帮忙 你说 不要告诉子余 为什么 我不想给她压力 我想让她在 轻松 没有包袱的情况下 享受这段恋爱 怎么样 还顺利吗 特别顺利 对 樊总朋友那边 发展前途特别好 然后给的人工呢 也是我原单位的 一倍还多 咱们还真是应货得福 到了年底啊 他们这边公司领导层 会空出一个位置 然后我自力最高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 明年我还可能升职 那就好 你说 骆宗良接二连三 缴还我求职的机会 幸亏这次是樊总出手 咱们啊 真应该好好感谢一下 子虞和樊总 可惜樊总却不让我们说 还不能明着陷 免得让子虞发现了 为什么不能说呀 因为太相爱了呗 恋人之间的互卫之心 那就是说 樊总怕太让子虞有压力 装作不知道 而子虞呢 怕樊总太烦心 粉饰太平 这对苦命的小鸳眼了 嗯 这对苦命的小鸳眼了 他们这种表面的平衡 不出事还好 一旦出事的话 可能就是无法挽回的局面呀 但愿她们能挺过去 嗯 但愿她们能挺过去 爱是互相宽容 互相体调 就算受伤也要保护彼此 更重要的是 爱常常不会发出声音 她隐藏在每一个小心思下 每一个行动下 她就是不会大声地炫耀出来 我们要仔细辨认 小心方法 更要热烈回应 用心呵护 因为她是那样的珍贵 也许错过了 这一世都不会再遇到 子虞 给你打手机怎么关机啊 我呢 我给你发的邮件和资料 你看了吗 对方等着确认你 这要急死谁啊 对不起 我现在开机 我马上回 赶紧给客户发过去 我知道了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我睡不着觉 我把我妹妹弄丢了 你还记得小时候 我们手牵手去上学 每次我送你到校门口 你最高兴了 现在是凌晨三点 我走到这里了 这里已经被拆掉了 以前是我们最喜欢的冷饮房 小时候我们要攒好久的钱 才能来买一只冰棍 你记得吗 有一次我带你来吃雪原连雪糕 我带你来吃雪原连雪糕 你开心地捧着舍不得吃 结果雪糕画得你满手都是 你哭了好久 还问我为什么雪糕一定要画 现在是北京时间五点 太阳快出来了 好 紫月 还记得我们在这里看过日出吗 现在太阳升起 太阳落下 每一秒钟都是我对过去的思念 真想把北京剩下的美丽 带回我的办公室 是谁男朋友这么浪漫 这样高调施爱的 这不存心让我们羡慕嫉妒恨吗 请问李泱泱是哪位 我 对 你再重新看看 不可能是我 没错 卡片上写着呢 我看看 我看看 芽芽 你终于开窍了你 是不是谁跟我开玩笑呢 是谁做的恶作剧 这桃花开得也太猛了 不来则已 一来呀 就搞暗恋 太浪漫了 羡慕啊 是谁 喂 怎么了 你吼什么 不就忘记回你电话了吗 我之前摔了一跤伤到脚了 没顾上拿包 回去的时候就已经很晚了 你能有什么正经事 好好好 我错了 我错了 下不为例 将军砸锅了 好啊 好啊 没没没 我怎么敢看你笑话呢 那什么 晚上一块儿吃个饭吧 行 那我待会儿接你去啊 好啊 有时间的话 我们叙手开个小会碰一下 好啊 你刚才是在跳舞吗 没有啊 你说你这天天给我们换照好样的做 到将来项目完成了 军工章有你的一半 以后啊和我们一起去做红地毯好了 好啊 书晨 我今天能在你们这儿待会儿吗 我保证不说话不会影响你们的 你们忙你的就当我不存在 我就是想在这儿待会儿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有啊 我就是想你了 快点了啊 小凡啊 吃了饭赶紧开工 进度 进度啊 你是老板 我是老板 我怎么比你还急了 那我去了 自己照顾自己啊 来了 来 干嘛 对不起 看我 在什么地方 我得不和你 我想要来 我把一心的 怎么办 可是呢 行 又去 一直都要 他 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书晨 你也找到了那个天使娃娃 我哥只会拿着我们的回忆逼我做选择 你永远都只是站在我后面默默守护我 书晨 你真是个傻瓜 天底下最傻的超级英雄 完了 卡在这儿了 今天的量肯定完不成 又是个熬夜的节奏 子余 我送你回家吧 今天要熬夜啊 不用 不用 你们赶紧工作吧 然后赶快休息 千万别浪费时间送了 不行 一定要送你的 真不用 走了 走了 我 我去个洗手间 你们再腻会儿 再腻会儿 这么多天一直没有好好陪你 没事 工作要得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们现在的剧本已经脱胎换过了 特别地好看 一定可以惊艳所有人 那就是说这个项目非定胜券在卧位 那当然 我给你看看啊 舒缠 你对我的好我都知道 谢谢你啊 我爱你 我爱你 原来小别盛新婚是真的呀 我有灵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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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凡啊 我说你计 快快 快 给我起来 好 说吧 天全山这个项目啊 咱们从一开始 回去把资料都整理一下 放心吧 左边 你的饮料 这个男人一定很爱你啊 你知道这家饮料店的队友 有多难排吗 而且他还知道你爱喝果汁 买的都不是招牌知识奶盖 肯定很了解你 很爱你啊 什么呀 这太可怕了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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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是有人在恶作剧 你怎么老说是恶作剧啊 万一真的是你的爱慕者 不可能 我这种人怎么可能 如果不是有人在恶作剧 或是有跟踪狂吧 拜托 老婆 你有什么好跟踪的 那可不一定 大白天的你叫什么 孔小杨我跟你说 我被人给跟踪了 跟踪 对啊 早上我就赞美了一句花 然后我就收到了一朵鲜花 刚才我在开会的时候 就想了一句 开完会我要喝一个果汁 冷静一下自己 结果出来我就收到了饮料 我肯定被人给盯上了 你知道吧 咱们发工资了 怎么办啊 我这升职了 还没体会到乍尔夫的滋味 就被不法分子给盯上了 怎么能你不信我 我给你实验一下 我想吃水果 不住半个小时 就会用口送来 李洋洋 怎么了 没有时间买水果 吃个新果干也一样 你是不是完全忘了我 给你表白的事啊 是你啊 还好吧 不是有人觊觎我的财善 李洋洋 你到底有没有做我一个 女孩子的自觉 你这个小屁孩 三分钟热度就够了啊 别搞这么大阵长 吓死我了 你啊 赶紧恢复正常好好工作 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 李洋洋 你该不会 从来没有被人追过吧 什么 怎么可能 天哪 你没有被人追过 所以你连我在追你都不知道 你真是太好玩了 你不会连初吻都没有经历过 手都没有被人牵过吧 这是跟领导说话的态度吗 不许在工作期间 谈论领导的私人问题 你这样不行的 工作做完了没有 就是要在这儿八卦 这都算什么事啊 现在小孩不好好工作 他瞎整些什么玩意儿 那好第一天都给浪费了 真是 李洋洋姐 我发工资了 这个 是我特意给你挑的礼物 你看看 就算你现在不喜欢我 但你也别拒绝我嘛 在环球的日子 就属于你教我的东西最多 这个 就当作是充满感谢的礼物 你收下行吗 当然不行 快拿回去退了 你才挣多少钱 你知道我挣多少钱吗 我要是需要的话 我会自己买的 你到底会不会 做一个女孩子 你就这么不给男人面子吗 面子有什么用 你能拿来生活吗 你的房租 生活费 你再买个这么贵的车 接下来一个月要怎么过 快拿回去退了 我不要 杨杨姐姐 你把它买下来好不好 买车责人 买一送一 你 杨杨 我来接你了 对 吃饭 我先来的 杨杨 小朋友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事 都讲先来后到的 而是时机 要刚刚好 我看你时机了大半辈子 也才跟我这个小朋友一样 刚刚起步嘛 你俩说什么呢 我怎么都听不懂 孔小药 你快把车拿去退了 我真不要 这 属于从来正好 送我回家 我要去找绚丽逛街吃饭 我要去给她买礼物 发工资了 请客请客 杨杨 我也可以送你 好 大总编 这下可算出人头地了 你爸妈也放心了 就是啊 再存两年前 我就可以靠自己力量 买房子了 然后再把爸妈接过来 想清福 我真是太幸福了 我也真是 完全没想到 你没想到 我跟你说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我会这么有出息 我以前都不敢想 真的会有这么幸福的一天吗 然后我就拼命拼命地埋头工作 生怕只要一想 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可是没想到 我竟然真的做到了 杨杨 其实我也有件事想跟你说 我 其实那天你相亲 我过去了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 但是 一想到有可能会失去你 我就拼命地 赶到你相亲的地方 我想把你从那儿带走 我想对全世界宣布 你是我的 我不想任何人觊觎你 杨杨 我喜欢你 跟我在一起吧 真是吓死我了 今天真一整天 你说我命怎么这么苦啊 这刚过上好日子 怎么就摊上这些事了 杨杨 要不是我了解你 你刚才那句话 我肯定会当做赤裸裸的挑衅 杨杨 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现在就想买房子养房子 把我爸妈接到北京来 怎么给他们上医保呢 我们问的是 龚小亮和史维从你喜欢哪个 嗯 嗯 不怕你们笑话 龚小亮吧 比我小这么多 口口声声说爱我 心里肯定是窃喜的 但是我对他没有再往那方面想 可怜的小弟弟 看我还是没戏了 可是刚才在史维从的车上 看到他孤零零一个人站着 心里有点难受 有 有心啊这是 至于史维从吧 他这个人总是三分钟热度 如果跟他在一起了 以后分手了 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我就算一辈子架不出去都不害怕 可是一想到你们不在我身边 就怕得要命 所以啊 以后就算没有男朋友 我也不能没有史维从 不能没有你们 所以就这样吧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最好的答案吧 这肯定有一个人 在你心中的分量会更重一些 只是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那史维从因为这样就没有机会了 岂不是很可怜呀 那照这么说 龚小亮岂不是更可怜 这就算史维从不能跟李洋洋做恋人 但至少我们的感情不会散吧 他们还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 那龚小亮他一个人 身为局外人 只能等着李洋洋回头 岂不是更可怜 哥哥也是一个人 他一个人站在我们的队里面 看着我跟舒晨他们那么要好 是不是因为这样 他才会变得那么尖锐 那么不理智 难道这些变化 都是因为我吗 李洋洋 你也太走运了 就我们一个两个不顺的时候 就你运气爆棚 哪儿啊 今天还有人跟我说了一个噩耗呢 怎么了 我在网上被黑了 网上很多八卦新闻 都在发布你的八匹帖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这些信息都是半真半假的 我已经帮你压下来了 可能是因为你年纪轻 其他杂志羡慕妒忌恨也是有的 可是你也好好想想 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我好帮你解决 真的没有啊 无论我们怎么竞争 都是我们环球内部的事 外面的人 他伤害你 就是伤害我们环球的声语 我不会坐视不理 得罪人 这句话 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我当时休假的时候 也有人问了我同样一个问题 我当时还以为 我跟葛依涵的事情闹得太大 被客户给投诉了 可我们能得罪什么人呢 这说不定就是个巧合 却倒霉倒得一起去了 好 伟聪啊 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就这样站在你们所有人身后 现在可能突然会有变化 你无法接受罢了 你就是不想失去我这个朋友 但是我保证 以后就算我跟别人在一起 你也一样是我最好的朋友 以后就算你忘了密码 或者是需要找人演戏分手 或者是跟你爸爸妈妈 有什么协调不了的事 你随时都可以找我的 我都在的 维聪 你永远都是我的朋友 永远都是我的家人 我们永远都不会散的 你要知道 只要我们是朋友一天 我们就永远在一起 这个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你明白吗 看来是没机会把你们送回去了 小凡啊 你真的对咱们这个项目 这么有信心吗 当然了 我看过很多这种 山水系列的东西 我们的故事 无论是从李懿 还是从表现手法上来说 都是独树与之的 那就好 那就好 也不算咱们白忙回去 当然了 我们费林这次 一定可以立拔头筹 回头啊 也请子虞去看看咱们的剧本 我怕咱们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 会避肘子针哪 太没问题了 他是个特别坦诚的人 一定会实话实说的 这两天啊 你的睡眠加起来 也不超过三个小时 这剧本里面 每一句话 每一个细节 你都帮着我斟酌 这么用心做出来的东西 你们肯定 能够拿到这个项目 那就尽临机言呗 我还等拿下这个项目之后 好让我最好的兄弟回到公司 我们俩可以继续双剑合臂的大天下 我跟子虞呢 也能好好地轻松一下 这次打谈恋爱以来 我们就没有浪漫地约会过 只献鸳鸯不献仙啊 来来来 继续投入到工作里边吧 把你的美好愿望和想法 都揉到剧本里边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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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都不记得了吧 你小学六年的校服 都是我给你洗的 直到我去上大学 你才开始自己洗校服 大概你都忘记了吧 记得这些的 只有我这个被妹妹抛弃的哥哥 哥哥 哥哥是我让你变成这样的吗 以前你明明是会捂住我的耳朵 不让任何伤害靠近我的人 央让老公被你害得丢了工作 现在轮到绚丽跟泱泱 要是我不去肥丽 我不认识舒晨 我没有喜欢上舒晨 是不是你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 如果这些都是我的错 那舒晨 你还没有想着自己来 那些是不是怎么办呢 呢 再忍不住眼泪呢 淑晨 淑晨 我要反复念你的名字 才能得到勇气 罗总 这都是进口的鲜花 价格不菲 女孩们肯定都喜欢她 这算什么 她是我妹妹 当然要给她最好的了 那是 那是 而且 这点付出 能一箭双雕 都合算的 跟两个亿比起来 这点花钱 就是零头生的零头 那我先出去等着 症状病 那是病毒的 病毒的 病毒的 是必须是必须的 病毒的 病毒的病毒的 现在我们将来到另一个问题 谁想回答我的问题 请 请请 对 这里的大尔的医院 指的是医院的应诊时间 对 洛总 请 喜欢吗 太浪费了 你开心就好 想好了吗 我可以离开树寨 哥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话 我可以离开樊淑辰 那你可以变回原来的哥哥吗 咱们回家 好 子昀 你可回来实在是太好了 你放心 我会给你一段时间的 从菲林辞职 到离开樊淑辰 都要一个过程 这样才能不伤害到他们 那你能停家吗 不要再去伤害无辜的人 不要再去针对嫣然他们 他很不容易的 这个社会谁容易了 我不会允许任何人 破坏我们兄妹之间的感情 人家嫣然破坏咱们什么了呀 她和樊淑辰的关系一向很好 对我总是不苟言笑的 她和樊淑辰的关系 她和樊淑辰的关系 你现在就像是个叛逆期的孩子 因为家长不让你玩游戏 你心里恨我 你以后就会知道 我做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你好 你能回来我是太高兴了 真的 但是这段时间 你不要去和樊淑辰提分手 让她好好写剧本吧 你怎么知道她在写剧本啊 真是冤家路上呀 博曼和菲林 又在竞争同一个项目 天泉山的剧本 我们也在做 所以这两天 你更不能去拿分手 刺激樊淑辰 我毕竟当过樊淑辰的领导 我了解她的性格 天泉山这种剧本 她很在意的 而且我也不想 因为这些事情去赢她 等笔稿结束以后啊 你找个合适的时机 再去告诉她 真没想到你现在 还能说这些 看来这段时间 我在你心里的形象 实在是太差了吧 你该不会认为 我把你找过来 也是想让你伤害樊淑辰的吧 她的身材 紫月 我不是早说过吗 我也想回到过去 我要的是你 只要你肯回来 我什么都不要 真的 你知道吗 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我买下了原来的房子 撞绣成以前那个样子 你看看你希望我做点什么 尽管跟我提 我想你把那辆车收回去 我不想去哪儿都有辆车跟着我 好 以后你要去任何地方 我都送你 子鱼 乖 跟哥哥为家 有什么 不 若总 你急这么耗着 咱们不如再想想办法 找找厉害点的编剧吧 再厉害 能保证我们一顶中标吗 可是 所以我们这次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一定要让菲林必败 一定要拿到菲林的剧本 我看林小姐这一回 不会帮咱们托菲林的局 这些天你下了这么大的功夫 满屋子的进口鲜花 咱们涂什么呀 北红 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眼光还是这么短情 可是骆总 没有什么可是的 如果我现在让子余 去投樊淑晨的局面 以她的性格 肯定立刻翻脸 挠死个小猫 那您的意思是 只要子余还在樊淑晨的身边 我就有办法拿到局面 这又不能跟林子余明说 还得拿到樊淑晨的局面 这怎么 这怎么可能呢 坐着看吧 是 有人怕失败 有人等待 有人澎湃 有人飞起来 应该把今天写在我的人生意义上 但明天的光芒万丈音乐浮现在越来之上 我有我的人生和谁都不一样 我要通过我的努力 可以追风出浪 别告诉我什么可以 什么不可以 什么手可以 决生千里 你是你 我是我 每个人只代表他自己 别怀疑 我的明天 我的轮回 都想哪里 决定出发的那一刻 我只需相信我自己 我的时代 我可以 永不厌白 接受帅的等待 原来 爱重来 我的时代 我创造 我创造 与你的未来 拥挤平庸 活出自己 多几菜 我的时代 我可以 永不厌白 接受摇平庸 接受摇平庸 等待 再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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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时代 我创造 与你的未来 拥挤平庸 拥挤平庸 活出自己 口精彩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